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是什么给了奇亚这么大的自信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辆好车首先从颜值看起来的 这辆奇亚依旧是韩国人喜欢的惊悍风格 前脸的雅银状进气口配合蜂窝状进气格罩 与修型大风相对一张 引擎盖明显的黑色缝隙将车头分成两个部分 做法不送高明到眼睛将来外看性 整体车身的线条有航车流线型的美感 小坡度的溜背造型让整款车显得十分纠长 外加上前眼的花瓣式龙虎 还真有几分豪华轿跑的气质 这种偏紧鲜香的外观应该挺受年轻人的欢迎 再看内饰方面 这款车的面是中国中举 T型的悬浮是中控屏幕比较外看 下面的圆形空调出风口缺乏密体感 因此显得有些空洞 不过其中红色皮质的硬定座面倒是十分舒适 也算有了一些豪华造车应有的样子 正宗的渡客市场处理的有些难看 原本作为点睛支笔的配置却在中间大量堆砌 就有些俗不可耐的意味了 不过还是应该惊奇 奇亚这款韩国车 还真的给我们带来了豪华的感觉 动力上这辆车配备了2.0T沃轮增压发动机 峰值扭矩353Nm 最高功率256匹马力 也算得上是校跑的水平了 但是到底能不能和宝马奥迪同台竞技 现在下订阅还是过早 如果没有30万买车的话 是会选择它还是选宝马呢?